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对比较传统的NAS的下载方式 而这两种下载方式 很多网友都有吐槽 也有点赞 其实在实际的使用中是各有利弊的 好 我们今天再接再厉 给大家继续介绍一款更好用的下载工具 这个下载工具可以说是集之前两家之常 我们今天说的是什么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Transmission Transmission是一种BT的下载客户端 它的特点是一个跨平台的后端 主要是以简洁多效而组成 Transmission是以MIT许可证 GNU通用共享许可 双许可授权的 是一款开源的自由软体 而这个Transmission是由C语言开发而成的 运行起来硬件资源消耗极少 界面又极其的精炼 说到这个精炼可能这边绝绝要吐个槽了 它实在太精炼了 实在有点让人受不了 过度简单 支持了包括Linux然后Mac OS等等 许多的操作器种 支持GDK加命令行 Web多种界面 其实它的官方并没有对Windows支持的平台版本 但是由于很多的爱好者制作了关于Windows的安装包 使之可以顺利的流畅的运行 而且又由于Transmission在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在运行的时候占用资源极少 操作界面又极其的简单 而且又是免费的 就相当于做了100年供应事业 所以广受人民的爱戴 而Transmission同时又支持PT的下载 PT的下载原理其实非常类似于BT 但是其中有两个明显的改进 第一个就是对隐私的小范围进行下载 第二个就是进行流量的统计 可以根据下载量来决定你的权限 由于BT的设计理念是好的 实际执行的过程中不能按照设想那么完美 鉴于国内现在的网络现状 大多数的时候 BT的下载不能达到理想的带宽满速下载的状态 由于BT的下载约束机制不够 大部分的用户都是在高速下载完了之后 同时却又不愿意上传 尤其是种子内容超过了流行期 是非常容易出现断种的这种情况 这断种听起来够渗的 这样下载速度就不够理想 而且对于视频来说 有一些高清的种子流行的时段一般都非常的短 文件的容量却又非常的大 如果没有赶上大不对 错过这一波之后的下载就无疑是非常蛋疼的事了 而BT下载实际上就是改良了BT下载 它的出现决定了BT下载中速度变慢 以及缺乏种子的这个问题 好了咱们说了这么多 这个Transmission到底好不好用 到底怎么样的安装和使用呢 下面呢我就简单的跟大家演示一下 好我们闲话少叙 马上操练起来 好我们进到群晖之后 打开套件中心 套件中心里面呢 有群晖自带的套件 也有第三方的套件 其实这里面的内容是非常多的 但是我们今天呢 要手动添加一个套件 首先呢我们来到设置 来到设置之后呢 我们要把允许安装以下发行者发布的套件 选成任何发行者 然后呢我们选择套件来源 在套件来源这里面呢新增 我们随便起个名字 好我们取一个pt 位置呢我们这里面连接一个链接 那这个链接呢我会放在屏幕下方的说明里 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在点击确定之前呢 大家记得看到左边 在套件中心里面有一个已下载 下面呢是所有套件 我们再点击确定以后 这边会产生一些变化 好我们已经点击确定了 OK我们在套件中心的栏目里面呢 出现了第三个栏目 那就是社群 好我们现在选择社群 刷新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套件 好我们把它往下拉 基本上是属于最底部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需要安装的transmission了 对于套件的安装呢 我觉得使用过群晖的小伙伴 或者看过我其他视频的小伙伴呢 应该是已经非常清楚了 如果大家还不知道套件怎么样的安装呢 可以去看我前面的几期视频 好我们点击安装套件 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开始transmission的安装了 整个的下载和安装的过程呢 正常的话是在一分钟以内的 那这个呢也跟你的网速和NAS的配置有关系 那接下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等待 好我们稍等片刻 大家看到transmission已经安装完成了 在安装完成之后呢 它会自动跳出来它的配置页面 那其实我们在这里边非常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配置两个部分就好了 第一个呢我们就需要配置它的下载路径 transmission需要我们指定一下 就是它把文件下载完了之后 放在什么地方 默认呢是在第一个盘复下的download这个目录 那实际上呢我用这个功能呢 大部分是用来下载视频和电影的 好我们把这边改一下 好我们继续下一步 这里呢是transmission的一个登录的用户名和密码 就是你可以在这随便设置一个用户名和密码 在登录transmission的web界面的时候呢 需要填写的这个用户名和密码 好我们这里简单的设置一下 OK 下一步 点击应用 这样呢我们的transmission就已经设置并且安装完了 非常非常的简单 好我们来到以安装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transmission就是显示以安装的状态 大家有看过我前几期视频的话呢 大家就知道这个transmission这个安装的方法 比原来docker其他的软件还是差件的都简单的很多 它的设置呢也非常的简单 好那我们现在点击打开 找到transmission之后呢 它有个web登录的页面 我们在transmission的一个页面的右下角找到这圈链接 最后呢我们点击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transmission的登录界面 好我们填入应户名和密码 现在呢我们就进入我们的transmission的web界面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界面非常非常的简陋 而且都是英文的 其实使用起来呢也还可以了 其实使用起来也还可以了 但是对于我们一个相对比较追求完美的人来说呢 我觉得这个是不够的 transmission的安装方法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那我需要讲的呢就是如何给它安装一个中文版的皮肤 好那我们这个就先放到这儿 然后我们接着往下讲 好我们现在把套件中心关闭 我们想给transmission安装一个中文的皮肤的话呢 其实有很多种方法 那我们今天讲一个相对比较快捷的方式 在这里呢我们要用到几个工具 首先呢我们要去控制面板 然后找到我们的用户账号 这时候呢你要保证你有一个admin的登录账号 在有些群晖或者是有些nas里面呢 这个超管的账户是被停用的 那如果你被停用的话呢 一定要开启超管这个权限 好那我这边默认是开启的 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 然后呢我们在控制面板拉到最底端 然后终端 这个不认识打开 群晖默认的是没有开启ssh功能的 这时候呢我们要开启ssh功能 那它的端口号默认是22 好我们点击应用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关闭我们的群晖 我们打开xshell 我们利用这个工具进入我们的ssh 好我们新建一个链接 这个名字随便起啊 比如说ds 协议选择ssh 主机名 就是你的nas的ip地址 我的是192.168.1.10160 我们的登录方式呢选择密码 登录名就是我们nas的登录名 也就是我们的超管用户 那密码呢就是我们nas的密码 好我们点击确定 打开 大家看到这里呢我们就已经连接上了 现在我们用我的超管用户已经登录到我的nas 下一步呢我们需要拿到root悬限 sudo-i 回车 这时候呢它提示我们要输入密码 我们再重新输入一遍密码 OK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root开头的 就说明我们已经拿到了root权限了 这时候呢我们需要写入一段代码 好我们复制这段代码 右键 粘贴 回车 安装完成之后呢我们要复制第二段代码 一样右键粘贴 大家看到之后呢已经有了中文的操作界面 那接下来呢就非常的简单了 我们选择第一项安装最新的发布版本 好我们选1 回车 那接下来呢 系统就会帮我们自动安装最新的transmission的版本 而且是中文界面 那整个过程呢跟你的网速有直接的关系 大概应该是在两三分钟或者三五分钟 也许五到十分钟 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安静的等待就好了 那我们现在安装的最近版本呢是V1.6.0的beta版 正在设置权限 好OK 我们现在已经搞定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掉X shell 然后我们找到套件中心 以安装transmission 找到我们的web端链接 打开 好大家看到了这个就是我们已经安装完成的最新版本的中文界面 大家看到这里啊 它不但样式有挺大的改变了 而且呢我们是可以选择皮肤的 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选择你喜欢或者是你想要的皮肤 金水呢偏好暗色 那我们就选择这个black 而且呢你可以用你的手机登录 选择移动的UI 这时候呢如果你用手机登录的话 它的屏幕看起来就会非常的棒 或者呢把它调成原版UI 就是原来最早那个突了吧唧的样子 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这个样子 我比较喜欢用transmission的 还有一个原因 它是可以远程登录的 就是你可以在有互联网的地方 然后登录你自己家里的服务端 那究竟怎么样来做呢 那我现在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 好了那今天的内容呢就先说到这儿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相关的内容 那就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那就请你点赞转发评论投币弹幕充电 一条龙 YouTube的小伙伴呢 一定要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 它会在第一时间把我最新的内容推送给你 不管怎样 您的支持都是我继续下去的动力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经能 我是金水 咱们 再见